大家好 欢迎收看 海虾两岸节目 我是主任桑成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海虾两岸关系协会 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5月17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主任刘洁一 出席会议并讲话 海协会会长张志军 做工作报告 150余名理事出席会议 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在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围绕落实中央对台工作 决策部署 分析当前台海形势 总结去年以来 海协会的工作 并对下一阶段的工作 做出规划 会议要求 面对复杂严峻的台海形势 海协会要继续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精神 坚决贯彻落实 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 强化使命担当 发挥自身优势 服务工作大局 创新工作方式 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做出应有贡献 日前蔡英文办公室发函通知 5月20日登陆管制期 将届满的前正副 台湾地区领导人 马英九 吴敦义 延长管制期限两年 遭批阴人涉事 针对性打压 为2020选举 民进党当局近日来 种种线缩两岸交流的政策 也遭到了台湾民众的强烈质疑 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称 根据规定 马英九 吴敦义等所谓 涉密人员若要登陆 必须再等两年 若要在两年内出境 必须向蔡半提出申请 对此 马英九与吴敦义 联手召开记者会 批判蔡当局 侵害民主价值 这根本是一种 羞辱性的行政处分 他这样做法就是 知义 知义就是随意 也希望向我们 详细说明延长的理由 因人涉事 怎么可能去泄密呢 今年的5月20号 本是马英九和吴敦义的解禁期 然而民进党当局 却在两人管制期将满之际 延长管制时间 岛内人士表示 蔡英文在这个时间点搞动作 实在无法让人摆脱政治联想 随着台湾2020选举热度升高 近日来民进党对抗大陆的手段 花样叠出 从法律层面 政治层面 再到学术领域 台湾上空出现了大片绿色云雾 在法律层面 蔡当局最近推动一系列修法行动 所谓机密保护法日前三读修正 延长马英九吴敦义的管制期 台独政党时代力量 甚至主张媒体为大陆宣传者 应撤销执照 政治操作层面 则是蔡当局近期加码最严重的部分 日前出席第四届 两岸媒体人北京峰会的台湾媒体 都被扣上了宣传一国两制的帽子 在学术方面 蔡当局除了教科书的去中国化 最近更加码严格管制校园的两岸交流 在学生圈内很受欢迎的赴大陆实习参访 近期很多都被卡住 尤其是公立学校 此外 连人力银行网站都不能刊登 大陆企业的招聘信息 连日来蔡当局透过种种的政治操作 来宣传所谓的两岸交流罪恶论 它散布只要接触大陆就是不对的 只要交流就是被宣传一国两制 让想赴大陆就业的青年不敢去 想赴大陆求学的学生果足不前 显然这是为了拼选举而进行的政治操作 但是它真的奏效吗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20号的最新民意调查 蔡英文执政三年的得分是55.01分 这和前两年的得分是相似的 很显然蔡英文执政三年 在台湾民众心中的表现是不及格的 有评论认为民意支持度走低 显示民进党的自信心已经大幅流失 它试图用这种种线缩两岸交流的方法 来换回人心 绝对是得不偿失 因为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2018年陆克赴台观光人次跌至269万 比2015年衰退达36% 已有一甲子之灵的台北宁夏夜市 接入移动支付已经有四年 这种新兴的付款方式 不断帮助这家老牌夜市 吸引个人游的路客前来游览 找零拿回这一枚枚硬币在手里 还真是有点不习惯 其实在台湾文明的宁夏夜市 支付宝移动支付的普及率 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长度 铜板价格的美食 却不再需要用铜板支付 在宁夏夜市里走走瞧瞧 记者发现了不少移动支付的痕迹 这不单单是为了方便 更为吸引更多大陆游客 输入的是台币金额 跳出来的直接是人民币数字 那么这样的操作 是免去了换算的麻烦 我包东西我是用手在包 那如果客人要父亲忙 我眼睛看就会 我也不用去动我的手 我也不用找钱 就很方便 真的是很方便 我在零夏夜市 卖这个中国节的东西 已经33年 从1986年到现在 很多客人来 他们刷支付宝 会帮助我们的业绩成长 吃不饱 大部分人都问说 什么是吃不饱 因为他们没有听过 支付宝是什么 在2015的时候 解释了以后 然后当天就有十几摊 马上要加入 导致这边就是 挤得水泄不通 都是客人 因为支付宝 确实有帮我们带到客人 那么我身后 这个长约400多米的夜市 是聚集了180多个摊位 其中超过一半 都已经接入了支付宝 这个新兴的支付方式 也是帮助这个 有超过60多年历史的老夜市 度过了前段时间的人潮低谷期 受两岸关系影响 明夏夜市2018上半年 陆客人数跌幅近三成 减少超过27万人次 好在依旧借着移动支付的东风 贴近大陆游客消费习惯 得以补回衰退的营业额 人潮降但是业绩不降 五年前更多 有时候我十点半了 十一点要收了 有些客人来买 还买了五六千块 去年千年就少很多了 对 今年有比较提升了 做润饼的邱云阿姨 也还记得几年前的情况 还我们自己本地的人 都不敢买 人一看到到路口 都不敢进来了 而提及近况 游客流量和经营成本 都令她有点着急 是有点着急 差不多一百多卷 一百多卷 因为我一个人做而已 你说一百多卷 你看光材料费 什么算机赚不少 不多 中午十二点前 到收完摊以后 回到家 差不多要十四个小时 如果生意不好 我那个菜 我这个高丽菜 我不留 隔天我都煮新的 顾客好像说 最近高丽菜价也 对 好贵 对啊 路客来得少 那我们去 我们会去对岸 做所谓的美食餐展 可以把我们的宁夏夜市 带过去 然而 并非所有的台湾商圈 都能像宁夏夜市 一样好运 同样是2018年 路客来台总观光人次 跌至269万 比起2015年最高峰的 418万人次 衰退达36%之多 那么为了更好的招来路客 虽然目前台中高雄等地 是纷纷效仿台北 开始接入支付宝 只不过这种支付方式 目前在台湾的普及率 是还不及港澳 以刚刚过去的 五一小长假为例 路客人均境外 使用支付宝的频率 是以香港为首 而台湾则是排在澳门之后 位居第六 您是从哪里过来的 香港 那您是有支付宝 有啊 那您现在出门都不带钱了吗 是啊 大陆比较方便 就是支付宝 他什么都可以 买菜也可以 老百姓讲的话 考虑了最主要是明天 两岸一家 请你们一起发展 希望大陆人 就常过来台湾玩玩 两岸交流一下 希望两岸的人民 能够越来越融洽 接下来请收看简讯 17号 以大千精彩 首正创新为主题的 2019海峡两岸 张大千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即纪念张大千诞辰 120周年系列活动 在四川省内江市举行 本次展览 共分为东张西壁 一潭宗师 大千世界等五个单元 并以图文 文献 声光电等多种形式 展现张大千的艺术人生 主办方表示 本次活动是内江 打向大千文化品牌的 又一重要举措 也是内江坚定文化自信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台湾组合团到内江 主要是向大千先生致敬 这是中华民族的荣耀 蔡英文执政满三年 超过五成民众 对她表示不满意 更有台媒称 蔡英文正带领台湾冲向黑暗 为何各界对蔡英文执政 如此不满 怎样的执政者才能带领台湾走向光明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蔡英文执政三年一团糟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5月20日是蔡英文上台执政 满三周年的日子 有民调显示 有超过一半的台湾民众表示 不满意蔡英文上任以来的施政成绩 愿意支持蔡英文连任者不到三成 台媒分析称 蔡英文执政不利 民调下滑 台湾社会就像是坐上了一台 失速的列车正在冲向黑暗之中 那么蔡英文执政三年 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 而民众又为何对他如此不满呢 今天就以上内容 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 台湾中式电子报社长 赖月谦教授欢迎 三成好 余教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 余强教授欢迎 三成好 赖市长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据党内多份民调显示 有超过半数的民众 不满意蔡英文的执政 那么相关情况 我们首先通过新闻 做一个背景的了解 进一段片 在蔡英文执政满三年前夕 国民党智库公布民调称 对于蔡英文执政三年来的 整体施政满意度 有56%的台湾民众表示不满意 此外对于蔡英文连任 表示支持的仅有29.8% 不到三成 台湾TVBS民调中心的数字显示 有多达60%的受访者 不满意蔡英文当局 拼经济的表现 而绿营智库 台湾民意基金会 则是用民调 换算执政成绩的方式 给蔡英文执政 打出了55.01分的 不及格成绩 这也是蔡英文 执政连续三年 出现不及格的情况 有台媒分析称 蔡英文丝毫觉察不出 民众对自己执政不利的反感 还动不动就搬出改革 来美化自己的所作所为 蔡英文在政治 两岸与经济 三个最重要的方面迷失了方向 正让台湾坐上一台 失速列车冲向黑暗之中 老百姓有一句话叫 30年合同 30年合习 但是我们看到 蔡英文没用30年 她只用了三年 短短的三年 就让台湾变得如此的糟糕 那么在您看来 究竟是什么原因 现在让台湾 整个地走向黑暗 现在看起来 2016年5月20号 蔡英文刚刚上台的时候 其实台湾的民众 是给了她机会的 因为那个时候 她刚刚上台 大家其实多少对她 是有一些期待的 而且当时的民调显示 台湾民众 其实最希望她做的事情 第一个是让台湾的经济变好 第二个是稳定两岸关系 可是我们三年看下来 这两件事情 它都让台湾民众失望了 我觉得她执政三年 最大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不实事求是 被意识形态严重绑架了 民进党的意识形态 叫台独 可是现在整个两岸关系 就走今天这样一个 深度融合的一个境地的时候 不管谁执政 其实你必须把两岸关系 往前走 可是我们没看到 蔡英文并没有这样做 她被她的台独 意识形态绑架之后 不断地去破坏两岸关系 今天台湾 无论是经济 出口 旅游 都高度地依赖大陆 结果在这个时候 她非要去破坏两岸关系 其实最后一定是让台湾受伤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你看大陆这些年间 不断地去推出 比如31条居住证 大陆就在搭桥 在修路 希望两岸关系能够越走越好 可是蔡英文 一方面是各种各样的阻挠 最近连台湾的同学 想来大陆实习她都要阻挠 也就是说大陆在修桥 在铺路 她就在毁桥 她就在拆路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台湾的经济 对于台湾的民生 当然不好 所以蔡英文的民调 自然就会不断不断地下跌 蔡英文就是不实事求是 被那个台独的意识形态绑架了 那另外一个方面是 在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蔡英文不仅没有 去把已有的问题解决掉 她还制造了新的问题 台湾社会本身发展到今天 其实已经有很多矛盾了 站在蔡英文的角度 你应该去解决这些矛盾 可是并没有解决这些矛盾的同时 她还挑拨去制造一些新的矛盾 比如说像台湾的年金改革 台湾的年金改革 年金走到今天走不下去了 讲实话最好的方法 应该是一步一步地来 老人老办法 新人新办法 慢慢把这个问题消化掉 可是蔡英文没有 蔡英文上来之后 就挑起了世代的冲突 说这个年轻时代和年老时代 大家之间不一样 说什么年老时代 今天是肯年轻时代 让年轻人跟老年人的矛盾变大 结果后来让台湾各个地方 其实都爆发了 各种各样的抗议和冲突 可是最终结果怎么样呢 大家平常白天都在上班的时候 这个经济的发展是靠谁在维持 消费是谁在维持 是老人家在维持 结果你把老人家的推油金砍了之后 那么老人家的消费自然会萎缩 一萎缩整个台湾经济就会迅速地内卷化 结果大家 所有的台湾民族都受害 所以你逛夜市就会发现很多人在刷手机 大家的整个的经济开始迅速下滑 所以我想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发现整个三年来 你会发现蔡英文感觉就是到处在放火 放了火之后他又没办法 然后就放在那边 你看包括什么卫生纸的事情 卫生纸涨价 鸡蛋涨价 然后到后来台大选出校长 不让人家就认 一件一件 我们一次一次的讨论 后来你会发现那个频率越来越快 一个事情还没有说清楚 新的问题又来了 所以我想他三年来主要的问题都在这个地方 确实啊 问题一大堆 过去就有的问题没有解决 新的麻烦又来了 尽管自己说很努力 做了很多事情是在盖房子 盖地基 但实际大家眼中看到的不是在天真家 而是在这个拆房子 所以各种民调分分都显示不满意不满意 还是不满意 而且给他执政的打分仅仅是55分 显然是不及格的 那么在这么一大堆的问题当中 赖教授您觉得现在岛内民众 最不满意蔡英文的是哪些方面 哪些问题 我觉得在具体政策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看到台湾的民众对蔡英文的亲美抗中 这一点非常的不满 因为台湾的广大的民众认为 两岸之间的和平 两岸之间的交往 两岸之间更加的融合 这个对台湾对大陆是有利的 而且对于整个区域的稳定是有贡献的 因此不应该挑拨挑衅两岸关系的紧张 而且大家都很清楚知道责任方在蔡英文 即使蔡英文不断地不断地说 不是他不是他 但是台湾的民众一般都认为 就是你蔡英文 你不断地挑衅中国大陆 那么把两边的关系搞得紧张 事实上就是你蔡英文所做的 那亲美抗中造成台湾的 涉外事务的活动的空间缩小了 这个台湾的民众是非常的不谅解 这个是在具体的政策 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是核心中的核心 就是经济的问题 蔡英文上来了以后 他的经济一直没有搞好 GDP一直没有上来 房价没有下来 平均的薪水没有上台 年轻人的薪资所得没有上来 财富再分配看不出绩效来 所以经济的问题造成台湾的百业萧条 特别是台湾的传统的服务业也好 观光旅游业也好 萧条的情况使台湾的内需产生很严重的一个缺口 这样的一个情形造成了台湾更多的失业率 这些不满当然就很清楚了 还有当然我们前面已经有提到了 例如说企业界最不满的地方就是一粒一休 使企业界中小企业小店面小本经营的这些商家们 在找人这个部分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到今天还是没办法解决 所以一粒一休的伤害很大 刚刚于教授所提到的年金的所谓的改革 年金的改革破坏了台湾的民众对政府的信赖感 所以年金改革本来也构成台湾内需的一股动力 它这样的一个情况不但破坏退休的公教人员 那么对政府的信赖感之外 它也使台湾的内需的力量那么动能更为减低 所以我们看到诸如此类的很多事情 当然还有一些是价值层面的事 就是所谓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就是我们一般他们自己所说的 他们是东厂 也就是用公部门的力气 公部门的力气去打压敌对的政党 这样的情况使台湾的民众难以忍受 所以我们看到蔡英文在这三年内所作所为 真的是庆祖难输 实在是太让台湾的民众失望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他的不满意度一直都超过50%以上 满意度都没有超过40% 我们很明显地看到 蔡英文这段时间内就短短的三年 把台湾搞成这样 他还自己一直不断地自愈说 他的房子的地基盖得很好 再给他时间 我们一般在问的是 你要我们给你时间 我们向谁要时间 我们台湾的民众没有时间 让你再这样折腾我们 糟蹋我们 面对民众焦虑 蔡英文有何回应 她还有能力带领台湾 继续向前走吗 请继续收看海峡两岸 确实很多网民在网上纷纷留言 真的是一天都不愿意再给蔡英文了 说你真的是要饶了我们台湾的民众吧 因为大家三年前能够把选票投给你 是因为相信你 希望你利用手中的权力 好好为我们服务 能够让我们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 但现在是一年不如一年 刚才说了真的是庆祝难输 我觉得这个词用的真的是非常的准确 那么对于民众的这种不满 抱怨 作为执政者 她究竟有没有听到 有没有看到 心里明不明白 那她又是如何回应民众的呢 我想她不可能没有听到 没有看到 台湾就这么大 而且台湾的媒体这么的发达 所以蔡英文不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们看到她 就是选择了一个漠视的态度 那个态度最生动的写照 就是2018年8月 当台湾的南部淹大水的时候 她坐在装甲车上去看灾 结果民众站在水里 然后一脸愁容 结果她就在装甲车上 笑嘻嘻地朝民众招手 也就是说她没有办法 把台湾现在的困境 把民众生活的困境 能够感同身受 所以我想这就是她现在民调 越来越低的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而当这些民调出现的时候 我们看到蔡英文做的什么 第一个就是责任往外推 要么就是说都是大陆的不好 要么就是都是国民党的不好 她执政的前两年 就说这都是国民党 过去执政的问题 都是过去的问题 好 这责任推了两年了 到执政的第三年的时候 大家讲说 你都已经执政过半了 你还推国民党 这谁都说不过去了 她换了个方法 她不再说都是国民党 执政造成的问题 她说国民党跟她不团结 反正一句话 就是国民党的错 她自己都没有错 一方面是这样 另外一方面是 在说起民调的时候 要么民调显示说 对蔡英文非常不满意 我们看到蔡英文就装死 装着听不见 你无论说什么 她就装着看不见 所以台湾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说 蔡英文是神隐少女 就是因为遇到问题了 找不到人 蔡英文怎么可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结果就是找不到她 实在不行 真的出来了 真的大家遇到她了 她说什么 她说我不是为民调在做事 好 民调是大家心里的反应 你不是为民调在做事 那你是为什么在做事 时间长了 你看过去蔡英文民调 不断下降的时候 大家还讨论一下 最开始蔡英文民调下降 大家还讨论说 民调为什么下降 怎么样才能回升 到后来蔡英文民调下降 都不是新闻了 因为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 她对于民调下降 就是这么个态度 她也不想把她做什么 所以民调一次一次地下降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蔡英文又干了一件事情 你只要说她民调低 她就说你是假新闻 她开始这么说 这么说 最后她自己真的信了 骗别人的人最可恶 骗自己的人最可悲 她最后说了说了 她连她自己都相信 说民众还挺喜欢她的 好 她就造在自己 这样一个虚幻的亡国当中 结果2018年底九合一 就输了一个惨败 所以我想 接下来到2020年的选举 肯定会迎来更大的失败 有岛内的评论就是说 现在整个台湾呢 已经被蔡英文带的 犹如坐上了一辆 失速的列车 而且呢是冲向黑暗 整个大家呢 是看不到任何的光明和希望 那么这样一种可怕的境况 爱教授您认为 有没有可能发生改观呢 也就是说台湾目前 究竟需要一个 什么样的执政者 才能够挽救台湾 挽救民众 我觉得台湾需要一个执政者 他的基本特质 必须要有深厚的 中华民族的情怀 如果没有深厚的 中华民族的情怀 我觉得很多事情 都是治标不治本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股胸怀 他在处理台湾问题 处理两岸问题 就处理不好 有这样的一个胸怀 他就会知道 他应该怎么处理两岸问题 他应该怎么处理 事外事务的问题 他也应该怎么处理 台湾内部的问题 这个道理很简单 有这样的一个情怀 他会去思考 他有这样的情怀 他就会有坚定的意志 他知道当中华民族 在伟大的复兴的过程 的这条路上 台湾不能缺席 不管是一带一路 台湾要跟中国大陆 要进行完整的融合 不管是中国大陆 目前在进行经济的 结构性的转型 台湾也可以做出贡献 所以两岸之间完全的融合 朝这个方向走的时候 既有利于大陆的发展 更有利于台湾的发展 那么也会让台湾的民众 在直接上的物质跟文明 各方面都会受益 尤其台湾有一段时间 保存了非常完整的中华文化 这个部分可以跟大陆 有很多很多的交融 我觉得我们可以 共同的来发展 因此台湾的一个领导人 要有情怀坚定的意志 接着就是卓越的领导能力 这个卓越的领导能力 要能够统一 驾驭各方的资源 把这些资源把它整合起来 来对抗台独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部分里面 如果台湾的领导人 有这样的一个胸怀 我相信他在治理的过程中 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问题 都可以迎刃而解 可是我很遗憾的 以这次2020年的选举里面 不管是哪一个阵营 所推出来的候选人 我到目前没有看到 有任何一位候选人 符合我刚刚所讲的 这个基本的特质 确实人们常说一句话叫 火车跑得快 全靠车头戴 但是现在对于台湾 这辆列车来说 显然是车头出现了 重大的问题 所以如果再不更换的话 恐怕就不是失速偏向了 真的是要彻底地 脱轨和翻车 好 感谢两位的点评分析 谢谢莱教授 谢谢桑成 余教授 观众朋友 再见 谢谢余教授 谢谢桑成 来市长再见 观众朋友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海峡两岸 再会